土地代书跟诈骗集团联手诈骗被害人抵押房产 不法获利高达两亿元 警方追查数个诈骗集团 手法就是假借投资之名 先骗光被害人的积蓄之后 再诱骗被害人抵押房产去贷款 而警方还发现 诈骗集团都是找一名理性代书经办 这名代书不但有合法牌照 还有事务所在新北市中和 其中就有一名被害人 把名下五栋位在大安区的房产 通通都抵押 贷款的钱也都交给诈骗集团 总共损失八千万 袁安靖来到地震室事务所进行搜索 因为一名代书涉嫌跟诈骗集团勾结 办公室搜完换来到停车场搜索车辆 要把不法证据通通查出来 警方调查发现有多名被害人 分别遭到不同的诈骗集团骗光积蓄 而这些诈团成员还会向被害人引荐贷款仲介 诱骗他们借钱继续投资 而这些诈骗集团都是交由一名理性贷数来经办 让被害人抵押房产继续被剥第二层皮 诈得不法获利高达两亿元 甚至还有一名良性被害人将名下五间位于北市大安区的房产都抵押 钱也转交给诈骗集团损失高达八千万元 刑事局日前陆续逮捕主嫌共犯贷款仲介以及证明理性贷数 警方查到五人其中四人都有查七千颗 包括理性戴叔他不但有合法戴叔执照 还有监事务所 记者时机来到事务所大门已经申索 理性戴叔落网后向警方坚称自己只是接客户 不知道对方是诈骗集团 不过他经手诈骗金额高达两亿元涉嫌重大 与其他戴团成员一并被警方依法送办 借王子林昭贤新北报道